现在是在恒立这个新城步行街这一块 路过这里 刚才去了那个新打厂边上 然后从这里经过 看到这个步行街 现在应该不叫步行街吧 现在是一个喷掉了的房子 然后对面是一个好又多 姓龙殿全国连锁 然后看这个好又多应该也是关闭掉了 倒闭掉了吧 这边贴了一个广告 12元厂房招租 12块钱是很便宜了 新城步行街 步行街已经倒闭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 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前面是封掉了的 就是走不过去了 不通了 齿路不通 然后这个门店边上都已经关门了吧 全部关掉了 这边的门店也是一排全部关掉了 就做生意还是挺难做吧 因为没有外来人口啊 没有人就是没有生意啊 做生意地段很重要 如果一个地段不好的话 你卖什么都卖不出去的 一排门店全部关闭掉了 一排门店全部关闭掉了 有轮的地方才有江湖啊 人都没有了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讲故事的了 这边有开了一个二手货市场 这个是新城步行街的另外一头啊 那现在全部是一个旧货市场吧 已经不通了这条路了 这个是周边 对面也是一个旧货市场 这个旧货市场还是挺大的 对面 诚意旧货市场 刚才看到那个步行街 整个店面全部关掉了 然后实体店的经济 确实不是很好做吧 因为没有人嘛 工厂都搬掉了 那这个人自然就走了 一个大厂搬掉之后呢 不单单是这个大厂搬走了 那他周边的一些配套的产业工厂 也是会跟着一起搬走的 比如说你做玩具的 然后这周边的这个冲压什么五金加工的 那这个厂的话它都活不下去 所以一个大厂搬走 它会影响到整个周边的产业链的情况 那往往招商的时候大家也喜欢招这些大集团进来嘛 因为你不单单招了一个公司进来 你还把这个整个产业链招进来了 比如说富士康在到这边 那就有很多跟富士康相关的这种供应链会过来 那这边的经济 那这边的那这边的人那自然而然就多了 产业链多了人就多了 那周边的经济也会好起来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了 那同理的话一个大厂搬走了 那周边的经济必然会遭受到一定的创伤的 就是说没有人嘛 没人的地方就没有江湖啊 没有江湖的话就没有办法讲故事啊 那我们做生意都很喜欢讲故事嘛 把这个故事讲好嘛 那没有人的话 这个江湖就已经不再是江湖了 东莞为什么这么多大厂撤离啊 这跟一个当地的薪资结构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吧 就是这个人工不断的在上涨啊 然后这个企业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那有些是直接倒闭了 那有些是搬到国外去了 比如说搬到东南亚那边去了 还有一些是搬到内地了 因为内地的这个劳工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嘛 那它有的并不是说真正的倒闭了 只是一个搬迁而已啊 那所以有些人也不会来广东啊 在老家都能找到一份不错收入的工作 何必跑到广东来呢 是吧 这个就是有些大公司搬到内地去了 然后很多人啊 他就在内地找工作了 不来广东了 所以这个东莞这边的话 能少的话也是一种发展趋势吧 因为很多企业受不了当地的这个成本的上升 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你说东莞是不是做了一个产业升级呢 这个不太好讲啊 我也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也没有做过调研了 反正总体感觉的话 东莞现在的人是确实是少了很多 好了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下一次有时间我们再聊 拜拜